发生在去年11月新北市淡水街头 有民众募集 一名背着婴儿的妇人 遭先生殴打连甩好几个巴掌 路人录下故城报案才让妇人获救 这名男子今天遭士林地检署 依家暴等罪起诉 检方调查这名37岁的男子 只因为不满妻子 多到了15cc的母奶喂小孩 竟在社区侧门马路 把安全帽用力丢在地上 还徒手攻击抱着孩子的妻子 被害人左脸和左手臂红肿 佩戴的眼镜也被打坏 路人见状立刻大声呵斥 不要打女人 男子才停下动作 警方获报后将女子送医检查 警循和侦查时 这名先生都坦诚犯刑 被害人也把过往家暴记录全盘拖出 检方根据法院的战时保护令 还有案发现场监视器等证据 以伤害强制公然侮辱和毁损罪 将男子起诉 鉴请法院从重量刑 以上就是您找到情形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